有一種非常特殊的票 叫做聯運票 結合台鐵還有客運的部分 今天總共就是花了兩個小時 17分鐘抵達新店 這樣子的聯運票 總共的花費是282塊錢 但是如果我選擇搭普悠馬號是440塊錢 也就代表說我這一次總共省了158塊錢 而且比直接搭火車還要來得更快 就回到家了 一般我們想說 來花蓮都是搭火車嘛 但是我的同事跟我說 有一種非常特殊的票 叫做聯運票 那這個聯運票就是結合台鐵 火車的部分 還有客運的部分 火車的部分就直接從花蓮搭到羅東 那從羅東之後呢 你就會根據你想要去哪裡 譬如說台北車載 或是像我家在新店 我就直接搭到新店就可以了 欸我想要到新店 新店那就是大都會喔 那我想要改那個 就是我想要搭普悠馬可以嗎 我好25分才有座位 那我就幫你加加25分 好可以刷卡嗎 這種加加73可以刷卡 這個點運票部分要付現金 好那那我沒關係 我就全部都付現好了 這個聯程票基本的票價是209塊台幣 包含從花蓮到羅東的火車票 以及羅東到台北的客運票 那大家可以注意到 上面寫花蓮到羅東是 縣乘區間車 但是因為搭乘區間車 從花蓮到羅東所需的時間 是一個小時45分鐘 但是搭普悠馬只要55分鐘 足足省了一半的時間 所以你其實可以選擇補價差的方式 搭乘普悠馬 或是自強號 舉光號等等 你自己喜歡的車種 我剛才就決定把它改成普悠馬號 加價是73塊錢 我覺得還蠻划算的啦 省一個小時的時間 只要73塊錢 今天就是幫大家來實測 回到新店總共要多少時間 原本如果我要回到新店的話 必須要從花蓮先搭到台北車站 再轉搭捷運 其實是比較麻煩的 但是從花蓮到台北的過程 其實會先經過新店啊 但是火車沒有新店站 這就是麻煩的點 這個連成票 如果你只搭區間車的話 價格只有209塊 普悠馬搭到台北車站的話 要440塊 所以其實省很多 就算我今天是 加價變成普悠馬號 搭到羅東 總共也只要282塊錢 比原價的440塊錢 省了100多塊錢 但是要特別注意的是 這一種連成票 是不能夠在網路上先預訂的 也就是你必須要當天 直接零費購買 像是普悠馬 泰魯的四種 有可能會沒有座位的 車票的話呢 就要賭運氣 現在時間是5點29分 抵達羅東火車站的時間 大概是晚上6點19分 出了閘門往右走 你會看到一個轉乘客運的標誌 我們出了羅東火車站之後呢 直接往前面 這邊就是羅東的轉運站 後面火車站 首路一分鐘就到轉運站了 那我發現它其實 除了新店之外 也可以到台北轉運站 也就是台北車站那邊 市府轉運站 圓山轉運站 都有不同配合的公司 你好 你好 這個我這個需要再購票嗎 連票 9分加 這個 大家如果再個當就可以了 好謝謝 今天是禮拜五的晚上 現在時間是6點30分 我們從火車站出來之後 大概就等了10分鐘而已 所以其實還蠻快的 蠻快就有客運可以直接達成 而且我記得他們的班次也是 10到15分鐘就一班 也不用擔心說要等很久 那如果你是反向從台北 要搭到花蓮的話 你可能就會等比較久 因為火車的班次 就沒有像是客運那麼密集 好的我已經回到新店了 現在時間是晚上7點46分 我們是5點29分出發嘛 所以我們今天總共就是花 兩個小時17分鐘抵達新店 都會之心停靠的位置 是在大平林捷運站 如果我們直接搭普悠馬號 要到台北車站的話 是兩個小時13分鐘 雖然說我們今天搭起來 總共多了4分鐘 但是因為家裡在新店的關係 所以原本還要從台北車站 搭到這裡絕對會超過4分鐘 這樣子的連運票 總共花費是282塊錢 但是如果我選擇搭普悠馬號 是440塊錢 也就代表說我這次總共省了 158塊錢 而且比直接搭火車 還要來得更快就回到家了 因為今天是禮拜五的晚上 所以有稍微小塞車了一下 我覺得如果一切行接得非常順利的話 很有可能會兩個小時不到 就可以回到新店這邊 那就提供這樣子的連運票 給大家參考 如果大家有要從花蓮 往返台北的話 其實可以參考看看 我覺得整體搭下來呢 是更省錢 也更快速